如果全世界的人一起穿越 其他人觉醒的都是短刀短剑 没多你觉醒的一座军火库会怎样 我拿着沙漠之鹰 干掉了一只金鸣癞蛤蟆 但是自己也受伤严重 我打开交易系统 发现有人卖香喷喷的鸟肉 这玩意儿可以恢复大量的生命值 我突然发现卖这个东西的人就是小王 果然 他肯定有什么加工道具 能把我卖的肉变成香喷喷的鸟肉 我吃完之后 体力也慢慢恢复了 我赶紧回到小木屋 收集了一大堆材料 准备给小木屋升级 升级之后属性大杖 可以无视很多小野兽的攻击了 我拿出净水装置的图纸 精良的净水装置图纸 可制作出精良的净水装置 需要材料 木材10 碎石20 细砂200 木炭5 木材 碎石和细砂我都有 木炭去哪里搞 我想了一会儿 看了眼昨晚烧完的篝火堆 木炭也有了 现在只要对着图纸制作就行了 随着一阵光芒闪过 一台净水装置做好了 精良的净水装置 将污染不太严重的水源 倒入本装置中 本装置将会自动完成净化 饮用后每分钟恢复五点魔力 这下转翻了 因为大家使用的弓箭 和奴役类的远程武器 每次发射都会消耗魔力 我只要用花四个单位的材料 买一杯普通水 再净化一下卖五十个单位一份 那就直接转翻了 现在是不缺木材这种低级材料了 还得出去打怪升级才行 我又打起了那群利剑风的注意 证明硬刚打不过 还不能远程偷袭吗 我灵机一动 抱着一堆木材出去 放在蜂巢附近 点燃木堆 然后拿水一泡 形成了大量的烟 这让我随便攻击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进攻了 我慢慢瞄准 一枪枪的发射 很快就干掉了几只 恭喜您 成功升至三级 您的力量加五点 您的敏捷加五点 您的体力加五点 您的精力加五点 您获得五点自由属性点 公告 天选者文锐成功击杀二级领主级凶兽力 剑风 作为本区域首位击杀二级领主级凶兽的天选者 奖励 身亡加一 体力加四 我愣了一下 这群力剑风里竟然还有一只领主 领主死后群龙无首 低级力剑风一下子散开 很快就发现了我 我干 赶紧溜 边溜边开枪 就剩几只力剑风 很快就逐个击破 随后就去蜂巢开装备 您开启了F级灰色宝箱 获得破旧的兽皮上一一 您获得蜂蜜五 蜂蜜 对水喝下 喝使天选者精力加二 这东西喝水一起还能卖个组合 是个好东西 我继续往前走 突然发现了一个小木屋 那是别的天选者的小木屋